同学们好,那么呢,现在我们又来上 形献话的课,还记得在上一个影片呢 老师和你们说了一个国王找他的王后的故事吗? 那么上一次呢,国王是在他自己的围墙那里呢 他在看,然后他跨出了自己的城堡的围墙 然后呢,带着他的马呢,上高山,小山,高山,还有小山 那么你猜猜今天国王会找到他的王后了吗? 那么呢,翻住了这个山,国王带着他的马呢 上上下下的去找他的王后 上上下下的去找他的王后 好,请同学们跟着老师一起坐 好,我们帮助国王去找到他的王后 嗯,看好哦,怎么样上上下下 好,那么国王呢,除了带着他的马 小心翼翼的这么翻,大处的去翻 之后呢,他还要继续上山下山 前面又有山了 但是这一次呢,只是普通的上 好,他只是普通的上下 上下,上下 好,同学们,我们再来一次帮助国王走他的路线 上下,上下 好,那么呢,现在我们在我们的书本上 或者是在书本画之前 你们可以先在空气中 或者是在其他纸张 或者如果你有小黑板呢 你也可以先在板上练习 随后我们再画进那一本书 这本书就有如国王的地图 你们一定要画得很好 那么国王才能找到呀 好 好,同学们 这是我们上一次被国王画的两个路线 今天我们练习在板上或者其他纸上练习后 我们可以打开新的一页 为国王继续画 好 请同学们用同样的黄色的妈妈背 在新的一页画宽 好 拨好全世界最漂亮的框之后 我们就要开始为国王画他的路线 好,老师有放Eva Foam 好 老师先用黄色做练习 画之前 我们还可以在我们自己的书上 先不要真正的画下去 我们先练习 看看有没有一样大一样小 肯定了之后 记得三只小手指爱到处玩 两只爱在家里不动 好,我们开始 上 下 上 下 上 上 好 这是国王 好,到处去翻找王后的 那么如果你满意了之后呢 我们可以用橘红色 我们用橘红色满意了之后 我们可以用橘红色在上面画一遍 在上面画一遍 那我们不停,我们一直画 一直画 一直画 好 好 好 之后呢 你们可以画得慢一点 我们才把它画出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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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懂国王到底几时后 几时的时候才能找到王后呢 好 好 这一个呢 老师要请同学们用青色 好,满意了之后我们可以用青色 还未满意的话呢 你可以用金黄色 再做一遍 然后我们才上青色 好 好 所以今天 的 行鲜画的课呢 就到这里 同学们再见 再见